決戰2024總統爭霸戰要帶您關心到 把握了國慶連假 總統參選人賴清德還有柯文哲 都來到新北市五谷的賀勝公來參拜 本來侯友宜是要以市長的身份到場 但目前他是請假狀態 因此是委由副市長劉和然代表出席 在廟方的安排之下 每個人到場的時間都刻意錯開 避免同台各自爭取知識 大夫 小美琴是不是副手最好的人選 前一天才在花蓮喊出 讓美情進總統府 賴清德被問到副手人選是否底定 依然沒給出肯定的答案 我心目中 我希望未來我有機會 結合我們民俗分委員 還有我們大家 學生我們王宮主的精神 共同來照顧俱世團隊 來到新北五谷在地信仰中心賀勝公 賴清德承諾若順利當選 將全力照顧弱勢 在地實力堅強的女將林淑芬 也全程陪同 我們要來支持林修芬委員 修芬委員在日本的全國軍政 親近期戰 表現是第一名林淑芬委員 總統和立委參選人相互拉台 而賴清德前腳剛離開 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 後腳就到 代表目前請假中的市長侯友宜 來質疑警戒者 侯友宜說藍白河要有SOP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大陣仗駕到 也許是看劉和然還在場 柯文哲沒多談藍白河議題 民進打拼是我們的力量 罪人不能這樣 王偉不能握握握握握 我們就好了 國慶連假第一天 綠白陣營總統參選人同場敗廟 卻刻意錯開時間不同台 各自搶攻宗教票 記者 林鄭月娥 黃偉才 從新北市報導